家宋館 大概跨一点吧 一起出去玩 运动 运动 最常做的家庭活动 其实就是一起看电视 她特别喜欢看一些 非常温馨可爱的女孩 我们每一天晚上 会一起在孩子的床前 带着她一起表告 我最喜欢跟我妈妈一起做菜 对 因为母女两个一起在厨房 然后一起做 一边做一边聊天 在一起享受我们做出来的 好吃的东西 就是跟家人一起去 我们皮帕山啊 或者是我们会一起做 一些小点心啊 像松露啊 其实会一起去逛街 大部分就是吃饭的时候 吃晚餐的时候 就会聊一聊 然后问问她今天 做了什么事啊 遇到什么人啊 没有什么好玩的事 谈心谈啊 每天都谈啊 开心 每天都要听她讲很多 会 会啊 表现什么 就 学校的词 我会 你会 那平常的话我们 大概吃饭的时间 我们都会谈天说地 孩子也会把他的学校 所遇到的事情 大概都会跟我们分享 我们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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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突时啊 通常就是 会冷静一下吧 或者是 各自先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然后 再回来好好谈 一谈 就跟妈妈吵架的时候 那种 没关系 嗯 跟爸爸妈妈讲 那就 冷静一下 有时候我们跟孩子起冲突的时候 很不自觉的反向操作 希望是鼓励他 但是呢就不小心就刺激到他 我觉得这也是 可能在我们在沟通上面 很需要去学习的 我自己的方式大概就会先安静 等他情绪过了之后 然后就可以跟他拥抱一下 然后再听他分享 就不要冲突 就是先暂时不要讲话 对就是各自安静 通常第二天就好了 我觉得最需要改进的 大概是我自己吧 因为我的孩子 女孩子一方面 她的心思也比较敏锐 所以有时候很多都委屈 她想要跟我们说 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又太成人了 可以拿自己过往的成长的经验 来说服孩子希望他勇敢 站在对方的立场去体会他 学习 有时候要勇敢地跟他道歉 目前我们还蛮喜欢的 因为我们平常都上班比较忙忙 所以我们还蛮珍惜 跟孩子可以相处的时间 小孩要加油啊 应该是爸妈要加油 爸妈太忙了 要多一点时间再跟孩子 还还蛮喜欢的 对蛮喜欢 他要加油吗 他已经年纪大了 我加油好了 你喜欢跟爸爸妈妈相处的方式吗 有没有觉得他们哪里需要调整 没有 我觉得都没有 都没有 你跟爸爸妈妈相处 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 大家一起笑的时候 我觉得都蛮甘心的 都蛮甘心的 那就是我的妈妈被人家称赞 最后一题 作为父母 你最骄傲的时刻是什么 最骄傲的时刻啊 我觉得应该是 孩子跟我们说 他最爱的人就是我们 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 跟我们聊天 OK 我觉得非常感谢上帝 就是我和我妻子 我们一起在宇宙光市同事 这么多年来 其实孩子就是跟着我们 一起在这个地方服务 那我孩子也很贴心 他也很乐意参与 在我们的工作的里面 他在很多的细微处 他是一个体贴的人心的人 我觉得这是 我觉得作为父母 很骄傲的一部分 大家平安 每天大家生活都挺辛苦的 压力也蛮大的 回到家里呢 跟我们至亲的这些家人互动 有的时候我们是 直接可以互动 有的时候可能是要透过 社群媒体啊 或者是透过手机啊 那把握这样的一个 很简短的一些机会 跟我们亲爱的家人 不管是爸爸妈妈 或者我们的手足 或者我们的孩子们 互动的时候 你喜欢跟他们撒娇吗 我觉得撒娇哦 在我的家庭文化里面 也是几乎不可能的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 都是很一百亿眼 但是我自己抚养 四个孩子的过程里面 我就发现 我的先生跟我 我们孩子越多的时候 我们好像慢慢就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我们会跟我们的孩子撒娇 那这撒娇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有点 有点跟他们说一些甜言蜜语 就是哇你这样子怎么那么棒啊 我的宝贝醒来了 哇你今天看起来很帅耶 我发现哦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我们心里是快乐 而对方接收起来也是快乐的 那其实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但是呢就像圣经讲的 一句话说的合宜 是真的很非常美的一件事 跟我们家人之间 我们注意 其实只要做一个小小的改变 就是呢 能够跟他们撒娇 说一些甜言蜜语 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一开始 没有办法立刻给你很甜蜜的回忆 但是我相信他们心里 其实是快乐的 是愿意的 那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 这样的话语 其实会让我们彼此的关系里面 会有很多的一些加分的地方 在一起互动的气氛 会更加的柔和 更加的和乐 愿意试一试吗 让大家能够享受 亲爱的一些亲人们彼此互动当中 我们可以说更多甜言蜜语 祝福大家 沟通够不够 沟通够不够 沟通了吗 你今天沟通了吗 你今天沟通了吗 Action 好啦 没有能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